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足坛界边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变化 随着足协的多个高层落网之后 此前被边缘化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高宏波也因此受到重用 那么在最近接连推出了多项的一些改革政策 也主要推进包括裁判以及我们联赛的多个部门的一些相关工作 那么就在最近在高宏波界边整体推进的工作相当顺利 而且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同时 我们看到媒体却传出了一个比较备受的打击的消息 对于高宏波来说 接下来他的一些改革推进的一个信息 有可能受到打击 首先我们很清楚 在此前程序员是一度携手足协推出了钟姓明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的话其实是效仿欧洲那些赛场的 本质上是希望我们的一个中超联赛 也能够把这个中超的文化给持续留下去 让这些球队能够拥有更好的一些文化传播 而不是每次比赛的时候换了一个投资老板的话 这个球队名字就都会发生变化一次 其实对于我们中超的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当时就推出了这个钟姓明的规则 当时这个规则推出来之后 那么很多企业因为赚不到钱 而且商业利益没有得到体现 纷纷撤之 一度让很多的一些球队面临解散 面临着资金的危机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 就在最近有媒体人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 说官方媒体 透露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内幕 就是说高宏波 原本是向国家体育总局这边想要提出 接下来恢复中姓明加上企业冠名的这么一个规则 让这些俱乐部寻找到发展下去的这么一个方向 寻找到更多的一些投资企业 但是他的这个方案的话 就被国家体育总局这边直接驳回 而且直接点名高宏波敲响的警钟 从媒体人透露的消息来看 体育总局之所以说不同意这个提案和问题的话 主要是觉得他在开道车 面临着足球现在尤其是联盟发展的一些问题 没有想办法去解决中姓明带来的一些知情难题 而是想着恢复此前的一些企业冠名的这个原则 实在是不合适 接下来的话对于高宏波来说 这一次的工作恐怕就会比较难做了 那么现在其实在我们中超联赛 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困境的话 如果说你不恢复这个企业冠名 你真的是很难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怎么样去平衡 这各种的一些利益关系真的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 毕竟我们中超联赛发展和人家欧洲的赛场差太多了 我们也不可能说直接效仿别人 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没有企业的赞助我们真的很难活下去 所以我觉得高宏波这样想去没有错 而我们体育总局其实也是想着我们的联赛 能够往更高的一个国际水平看齐 但是这各种一些利益权衡怎么样去做好的话 非常的考验高宏波的一些情商和智商 也希望他能够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